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主题是收益循环 那么这个讲是有下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先跟各位同学来介绍 收益循环跟其他子系统或是个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第二个重点是我们要说明收益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 第三个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收益循环有哪些主要的资讯需求 最后我们会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资讯科技在收益循环的应用 首先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明收益循环跟其他子系统或个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收益循环主要的业务活动 是指跟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还有收取现金有关的业务活动跟资料处理作业 就是收益循环它的一个涵盖的范围 基于这样一个概念 收益循环的跟其他子系统跟个体的关系 我们就透过顶层资料流程图 英文叫context diagram来加以说明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所谓的顶层的资料流程图 就是介绍整个系统的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那么它跟外面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图表 来说明收益循环跟其他子系统 还有个体之间的关系 各位同学也看到在这个图形的正中央 灰色的圆圈代表收益循环的范围 这是它的范围 在左边开始 黄色的这个长方形是客户 客户会向我们查询 我们所销售的商品 决定是不是要跟我们买 所以它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回复它 那当它下单的时候 我们就会接收它的订单 然后来进行这个减货 出货等等相关的作业 那将来货交出去以后 我们会做付款 它会做付款的动作 但是它要付款的时候 主要是根据我们开给它的发票 所以我们跟客户 收益循环跟客户之间 有一定的这个资料方面的往来 那接着下来会跟 我们的收益循环有互动的 是支出循环这个直系统 那收益循环要告诉支出循环说 那么我需要你帮我去购买什么样的商品 商品就是采购的需求 那支出循环呢 当帮我们把这个商品买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通知收益循环说 这样的商品已经买进来了 那再来呢是生产循环 假如我们是一个制造业 那制造业呢 就必须要去买原料进来加工 所以收益循环发现 某一种商品存货的量不够的时候 会通知生产循环去做商品的制造 那制造完成再卖给客户 那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透过收益循环呢 来处理处理销售佣金 也就是说我们的销售佣金 主要是因为要鼓励业务人员 好好的为企业来争取销售的业绩 所以销售的一定额 销售额度的一定百分比 我们可能就会当做佣金给销售人员 所以要把这样的资料送到人力资源循环 让人力资源循环来计算薪资的时候 可以算出某一页业务人员 他应该领取的佣金到底有多少 并到他的整个当期间的薪资里面 那整个销货的资料呢 要进到下一个就是 总账跟报导循环这个子系统 因为我们要把交易 它的一个财务面的影响呢 捕捉到我们的账里面去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从客户那边收到钱的时候 必须要把它存到银行 所以会有存款的资料 那银行也会定期给我们对账单 那我们了解我们某一个户头 它这个余额使用的情况 增减的这个变化的情形 那当然收益循环还有另外一个个体会跟它有关 就是所谓的货运业者 假如我们接受客户的订单 那么减货要出货的时候呢 我们不自己设这个送货部门 或是送货的这个卡车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货品呢 交给物流业者 那么并同这个提单送货单交给客户 所以经过我们刚才这样的说明呢 各位同学大概可以了解 收益循环跟它有关的 有互动的这个子系统或个体呢 总共有七个 总共在这边绕一圈呢 可以看到有七个 那有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流进跟流出 这是所谓的顶层资料流程图 帮助我们去了解 这整个系统它的范围有多大 那么跟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当然有这样的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一步来去了解 那收益循环这个业务循环呢 有哪些主要的业务活动 那收益循环主要业务活动呢 第一个是我们会有销货的接单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客户给你下订单 那你要去接单 就是要不要接受这个客户的订单 要向客户去确认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出货 就是要把客户要订购的这个货品呢 按照客户指定的地点时间 来送到客户的手上 那第三个是开立发票 就是我们要开销货发票给客户 那么还有呢 要对客户应该付给我们的账款 要做管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是收取现金 就是客户实际上把账款付来的时候 我们收到现金 当然这个现金有可能是收到支票 那这支票收进来的时候 要做适当的处理 这是所谓的收益循环的 四个主要的业务活动 那有这样的了解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四个主要业务活动 它们的这个过程或是内容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 第零层的资料流程图 来说明收益循环里面的这四个主要的活动 它们的这个来龙去脉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个图例 来说明收益循环的这个概念 那在这个收益循环里面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它的第零层资料流程图 你们可以看到第零层资料流程图呢 这边有一个最上面是1.0 就是销货接单 销货接单的意思是我们要接受客户的订单 所以当我接到客户的订单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要去确认 到底我有没有足够的存货 可以卖给客户 所以这边有一个可用的物品资料 送到销货接单这个程序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去确认客户是不是有足够的信用额度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看客户的这个信用余额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有 从客户的这边 我们要去看它的基本资料里面呢 是不是有足够的信用额度 那存货这边要看有没有足够的存货的存量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假如我们发现销货接单了以后呢 发现我们的存货不够 那一个办法是我是买卖业的话呢 我直接向外买进商品卖给客户 所以是在支出循环这边处理 假如我是制造业呢 我是透过生产循环 这边去加工生产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这边销货接单这个程序 都会跟支出循环跟生产循环有一定的互动 那我接单完成的时候呢 就要通知客户 告诉客户说 你的这个订单呢 我已经接受了 那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那这时候我就要编制一份这个销货单 那这销货单就变成后面 在减货出货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所以这个销货单就会送到2.0 2.0就是出货 出货当然就是包含我们刚才讲的 根据销货单去仓库里面 检取要出售的货品 然后要装箱 那装完箱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货品呢 送给货运业者 运送给客户 这是出货的主要目的 当然要按照客户要求的时间地点 来送达 那出货的作业完毕以后呢 就会有相关的这个资料呢 要转到开立发票这个作业 那开立发票就是按照我们出售的 这个商品的内容呢 来送给客户以后 要算他应该支付给我们的金额 所以这个销货发票呢 一旦开立完成以后 就要更新销货的相关档案 所以在我们这个右下角 可以看到销货的双条的 这个一对平行线就代表存档 那另外我们要去更新 总分类账 还有相关的财务报表 所以这个销货的资料会送到 总分类账跟报导系统这边去处理 这是第三个动作 那一旦我们把发票编好了以后 我们就寄送给客户 所以这边有一条线呢 就可以到客户这边来 那客户收到我们的这个销货发票呢 当然就会按照我们要求的这个日期 来付款 所以在客户这边又有一个资料流 是付款 那付款的资料 就是代表连同付款的支票 或现金一起送到我们的手上 因此呢 我们就要把收到的钱呢 要尽快地存到银行 这样才不会现金或支票 遗失或被窃取 所以送到银行存的时候呢 就有存款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填这个存款条 那银行会定期送给我们对账单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这样的说明呢 各位同学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地零层资料流程图有四个资料转换程序 分别是最上面的销货接单1.0 2.0是出货 3.0是开立发票 4.0是收取现金 这些作业在逻辑上有它的现货顺序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去编号 它的基本概念是这样 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它的有关的个体或子系统呢 跟前面的顶层资料流程是一样 是有六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数一数这边有1 2 3 4 5 6 那表示我们的临层资料流程图跟顶层资料流程是 它的关系是可以对应的 这叫平衡 那我们看完这个图以后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收看这个讲次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跟各位同学一起来讨论 收益循环的主要资讯需求 那就收益循环的资讯需求来讲呢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是它营运资讯的需求 第二个是策略性的资讯需求 还有所谓的绩效评估的需求 那营运资讯的需求呢 大概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客户往往要我们回答它 它的账户余额有多少 它的订单处理情况是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营运资讯需求 所以我们的系统要有能力去 随时更新统计 我们对客户的应收账款 目前的正确余额是多少 还有呢 我们应该对于客户下给我们的订单 要能够随时追踪 它目前处理的状况 货出了没有 是不是会有延迟交货的情形 那第二个资讯呢 我们需要的是 我们要决定是不是要对客户来受信 就是容不容许客户以赦账的方式 来跟我们购买货品 也就是我们要不要做赦销 那这主要是要比较 客户目前到底还有多少信用的余额 那客户要下的订单的金额 是不是有超过他还有的信用 也只要超过当然我们就不能够同意 那只要在信用额度之内呢 我们就可以同意这样的一笔销货 那第三个营运资讯的需求呢 是我们要确认存货的数量是不是足够 也就是我们要从客户那边去接单的时候 必须要去确认 我们的这个仓库 是不是有足够的存货的数量 可以来交付商品给客户 假如存货的数量不够呢 那我们这时候要去确定说 那生产线可不可以 把这样的一个商品的制造 列入生产排程 那么可以在顾客要求的这个时间之前呢 把货品生产完毕 然后方便我们出货 所以这是第三个 我们可能要的这个营运资讯的需求 当然营运资讯的需求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接着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的 就是营运的资讯需求包含 决定客户的售性跟付款条件 售性付款条件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决定说 客户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让他设账 还有呢 我们开发票给客户的时候 告诉客户说 你的付款期限是多长 是一个月啊 45天还是 两个月 那么我们要不要给他现金折扣 这都是所谓的付款条件 各位同学假如修过修 初级会计学的时候 那在谈到满费会计的时候都会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那营运资讯需求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包含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就是所谓的产品跟劳务的定价 定价的意思就是决定我们的售价要是多少 那产品的这个定价呢有时候会考量到客户订购的数量 或者是客户是不是跟我们往来比较长久 说不定我们会给他数量折扣或是其他方面的优惠 那假如我们提供的是劳务呢 但要决定这个相关的劳务到底要怎么样收收费 这就是产品跟劳务的定价 这当然也是我们的系统必须要提供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要决定销货退回跟产品保证有关的政策要怎么样定 那销货退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卖出去的货品 那客户可不可以退回来 比如说现在一般的商家 你买东西都有一定的这个退货期限 假如你买的是电脑或电子的产品呢 一般常见的退货期限是一个礼拜 那假如你买的是像到待卖厂 譬如说你到这个加热服务或到这个好事多去买东西 那他们的退货政策可能是一个月以内退货 都可以退货 所以你要去订你自己的退货 到底是一个礼拜呢 还是一个月之内可以退货 那另外一个就是除了退货的这个政策之外 要不要提供产品保固 那产品保固的意思就是说 卖出去以后保证它的这个正常使用要保证多久 那其次一个是我们要选定跟客户 货物运送的方式 货物运送方式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商品交付到客户的手上 最常见的当然是使用这个运货用的卡车 就是一般的这个路运 那假如说我的商品是牵涉到这个极件 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送到 那我们这时候可能会找快递业者 比如说我们各位同学可能都知道 现在有所谓的宅集变或者是快递 那这种宅集变快递呢 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送到 那假如我的商品是出口的 我还要决定说 这样的商品是用海运呢 还是用空运 还是有一种叫做路空连运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选定的 那选好了以后呢 会影响到我们将来 这个运费到底是由卖方来付 还是由买方来付 那假如买方付 是不是要把它放到我们的 这个销货的发票里面 一起来向这个 买方来收取 这是营运方面的资讯需求 那了解营运方面的资讯需求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 除了营运资讯需求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策略性的资讯需求 还有绩效方面的资讯需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方面的这个需求的例子 所谓的策略性 跟绩效评估的资讯需求 当然是牵涉到 企业的策略上面的定定 或者是整个收益循环 相关作业的这个绩效到底好不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 在绩效的这个绩效跟策略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是 客户的查询 我们到底回应的快不快 这叫客户查询的回应时间 那么客户假如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很快地回答他 那对客户来讲呢 他会觉得服务很好 所以客户的满意度就会提高 所以因此第二个我们关心的是 客户满意度到底高还是低 那客户满意度好不好呢 我们当然可以 透过我们自己去做调查 请客户填写这个问卷 或者是呢 我们委托专业的公司 帮我们去做这个 比较正式的 比较普遍的调查 那客户满意度越高呢 我们越容易留住客户 甚至比较容易去 透过旧客户的介绍呢 引进新的客户 这对我们的这个收益方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三个我们要 可能用到的就是 订单处理完成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 希望订单的处理 能够越快速越好 这样就比较不会耽搁 交货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目标当然是 希望把这个处理的时间 尽量的缩短 那接着下来一个是 我们要知道的是 缺货的订单占销货总额的比例 缺货订单占销货总额的比例的概念 主要是要强调什么呢 强调说 我们接到订单 那么会不会因为缺货 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去 这个满足顾客的需要 那这样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丧失掉销售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比例 越低越好 那再接着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市场占有率跟销货趋势的分析 就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在某一个产品的市场上面 到底可以占到 整个市场的多高的比率 那市场占有率 当然我们一般是希望越高越好 不过通常会有它的一个极限 因为市场上有其他的竞争者 那我们也希望分析销货的趋势 就是销货的趋势到底是不断的成长呢 还是已经平稳下来 甚至有时候会慢慢的衰退 这都是提醒我们做一些营运上的参考 假如说这个产品已经慢慢没有销路 就是销货越来越少的时候 那也许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发新的产品 来取代这个慢慢销售不好的一个产品 这是对我们来讲策略上有它的意涵 那再下面一个呢 是我们要注意到获利性的分析 获利性分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地区 来分析它对于我们这个获利的贡献 或者它获利的情况 那对于获利不好的产品 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要减产 甚至停止销售 那另外一个客户 客户别的获利分析 主要是要帮助我们做客户关系管理 就是看看哪些客户对我们的这个获利贡献 是最有帮助的 那地区别是要看看 哪些产品在什么地方卖的比较好 可以方便我们去做市场的区隔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讲次 刚才我们已经跟各位举例说明 一些策略性跟绩效评估方面的资讯需求 那当然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还不是全部 我们再接着下来再多举个例子 帮助各位同学了解 接着下来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我们对于这个广告跟促销活动 到底它的效果好不好 应该做分析 那我想各位同学都了解广告跟促销活动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电视台 在这个广播电台 或者是平面的媒体 像报纸或杂志 去登我们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广告 那我们希望我们打这样的一些广告 或是进行某些促销的活动 它的效果到底也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分析它 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 广告跟促销活动的一个效果 通常需要隔一段时间才会产生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 可能必须要有耐心 可能要想办法等个 比如说一个月啦 两个月或甚至半年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一些家电业者的广告 在广告这个冷气机的时候 通常不会等到夏天的时候才做广告 他可能在春天的时候才就开始打广告 那虽然春天的这个气温还不是很高 一般人还不会开始使用冷气机 但是呢 他会希望先在消费者的这个心目中 先建立一定的印象 那他们等到夏天要买冷气机的时候 就会想到他看过的这个广告的讯息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再接着下来呢 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个资讯是 业务人员的绩效分析 就是看看业务人员他 有没有达成他的这个销售的业绩的目标 他对于这个整个我们公司的这个销售额度 到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这就是销售人员的这个绩效分析 那再一个可能的例子啊 就是下面一个 这下面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检讨我们的受性政策 跟坏账费用的分析 这个它实质上的意义就是 我们要去了解说 我们给客户这个 让客户设账 那客户设账有几个层面要关心 第一个 我们要给他多少的信用额度 就是他最多可以跟我们设账多少金额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 我们要知道说 你设账只要太宽松呢 就有可能将来会被倒账 就是坏账的费用会高 所以假如我们发现 坏账的费用有这个逐步增加的趋势 那我们这时候要去检讨 我们的这个受性 奢账的政策是不是过于宽松 所以这两个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当然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两个跟这个收益循环有关的 这个资讯需求 就测了一边跟技巧门来讲 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看 在这边所谈到的需求里面呢 还包含什么呢 包含现金流量的分析 什么叫现金流量分析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收益循环所产生的 现金流量 跟我们预期的这个流动情况 是不是吻合 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有一定的这个付款期间 那甚至我们给他这个折扣 现金折扣 那我们看看客户会不会争取这些折扣 现金流进来的时间 会不会因为给折扣而比较快速 可以让我们收到钱 那为什么要给折扣呢 因为给折扣呢 客户早点付款 那么就比较不会倒门帐 我们俗话叫做夜长梦多 假如他能够早一点付我们款项呢 自然就比较不会倒门帐 这也是一个企业常用的方法 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跟各位谈的 就是所谓的策略性跟绩效的方面的这个需求 就是所谓的应收暂缓周转率跟存货周转率的分析 那应收暂缓周转率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 应收暂缓在一年当中或是一个期间当中 到底可以收回几次 那存货周转率呢 是要告诉我们说存货销售的情况 那一般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应收账款的周转越快越好 存货的周转也是越快越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收账的期间尽量短 那么商品买进来到出售或是制造出来到出售 它所割的时间越短越好 因为越短就表示它的流动快 那么钱可以很快进来 那商品也比较不容易过期 这是我们有关的一些资讯需求 它的这个资讯需求的概念 所以我们以上跟各位同学 二要的说明了 营运的资讯需求 策略性的资讯需求 还有绩效方面的这个资讯需求 这是对收益循环来讲 接着下来呢 我们用实际的例子说明 资讯科技在收益循环上面的应用 那我们今天为各位同学说明的这个例子 是一家所谓的国家半导体公司 那么他们主要销售的商品是电脑 晶片还有其他周边的一些装置 那这个例子呢 主要的用意是要说明 他们怎么样利用网络来收集 客户需求方面可能有的资讯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司啊 它主要的成功因素 是他们利用客户的资料 来这个大幅提升热感应专制 就是所谓Heat Sensing的这种device 它的一个销货额 那它的具体做法 跟它的这个成效 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首先呢 这家公司是透过网页 来收集客户的这个工程师 比较常去看的 比较常去查询的公司产品的资料 那么这个资料呢 包含是透过Email 电子邮件来查询的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来搜寻资料 它的目的或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在网页里面 最受客户注意的这个产品资讯是哪一些 包含说查询次数总共有多少次 那频率是不是很密集 来帮助他们去辨认说 到底哪一种产品 客户的这个工程师最有兴趣 那接着下来呢 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分析的结果呢 送给传统的 跟传统的这个销售跟订单资料呢 就送给产品的这个销售经理来参考 那产品的销售经理拿到这样的资料以后呢 他就可以去了解说 他所负责的这些产品 到底客户的这个工程师 或是有关的人员是不是真的很有兴趣 会不会常常去网络上面来查看 我们这个公司网页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那根据这样的资料 收集到了以后呢 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经理呢 就可以进一步去知道说 那这个热感应装置的这些这种产品呢 客户蛮有兴趣的 所以呢这些经理呢就知道说 既然客户可能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他就通知这个生产部门 就热感应专制这样的一种商品呢 提高它的一个生产量 因为它预期将来的需求呢会上升 那因为产品的销售经理啊 收到这样的资料 做出这样的一个应用措施以后呢 使得这家公司啊 它可以在客户需求真正的出现的时候 很快就能够满足客户的需要 那因为做了这样一个安排呢 它好几百万的订单呢 就不会因为这样而拱手让给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我们从刚才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透过网页来发布我们的产品资讯 然后发布产品资讯以后呢 这个客户可能就上网去查询 那查询这样的一个资料呢 就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到底比较喜欢去浏览什么样的资讯 来帮助我们去判断说 他对于什么样的产品特别有兴趣 那销售的经理一旦知道这样的资讯以后呢 就可以去做销货的预测 然后配合通知生产部门来生产这样的产品 那生产出来以后呢 就掌握这个商机 而可以这个 不让我们可能得到的这个订单呢 就被竞争对手抢走了 所以表示销售跟生产之间的配合 因为这样而做得更好 所以资讯科技在收益循环的应用就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大致上为各位同学说明了几个重点 就是收益循环有哪些主要的业务活动 那么它会跟其他的子系统个体之间有很密切的互动 当然我们要关心说 资讯系统的目的是要产生资讯来满足企业营运上面的需要 策略规划方面的需要 还有绩效评估方面的需要 说明也详细的说明了一些比较常用的资讯 那根据我们的说明 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这个收益循环它有哪些主要的资讯 必须要产生 那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呢就到这边结束 下一个讲次再见 下一个讲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